大家好,我是抄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醋流母虚的家常做法 这道菜营养师做好了,真是一道不错的下饭菜 首先准备原材料 牛里脊、羊里脊或者猪里脊都可以 把里脊肉切成硬密厚的薄片 这道菜正宗做法用的羊肉或者牛肉 很多饭店为了节约成本或者为了适合大众的口味都用了猪肉 把切好的肉片放入盆中 放入少许盐、胡椒粉 再来少许葱姜水 放葱姜水不仅可以去腥 还可以使肉更加鲜嫩 用我干净的小手抓拌均匀 使肉片吸收水分 把肉片搅至发黏起胶 粘在手上不脱落就可以了 放入一点老抽增加底色 打入一个胆轻 使肉片更加滑嫩 继续用我的左手抓拌均匀 再放一点淀粉锁住水分 干淀粉、湿淀粉都可以 最后放少许植物油 这样肉片不粘连 搅拌均匀 肉片就处理好了 提前泡发好的木耳 摘成小块 碗中单手打入三个鸡蛋 把刚才姜肉剩下的蛋黄也倒进去 放入一点胡椒粉 少许料酒或者黄酒 用筷子把大叶搅散 做这道菜我们要兑一个碗汁 碗中放入一点盐 一点点鸡精 一小勺白糖 少许料酒或者黄酒 生抽酱油 米醋或者陈醋 老抽增加颜色 加入一勺清水 少许胡椒粉 再来少许淀粉水 把料汁搅拌均匀备用 小料准备生姜切成小片 大葱切成豆瓣块 再来几粒大蒜 用刀拍晕作碎 材料全部备好 接下来开始制作 锅中做水 把木耳放入水中 朝下水 水开以后捞出控水备用 另起锅先把锅烧热 锅热以后放入少许油润锅 这样炒蛋炒肉不会粘锅 油了以后把油倒出 锅内重新放入一小勺油 再次把油彻底烧热 烧至毛烟以后 放入打好的蛋液 蛋液不要炒得太散 像我这样 定型以后 用勺子轻轻地拨动 把蛋液炒成大块 鸡蛋煎的稍微老一点 煎出虎皮 这样吃着更香 炒好以后 盛出控油备用 锅内重新放入少许熟的凉油 最好用葱油或者料油 油温三成热放入浆好的肉片 快速地把肉片炒散炒至变色 肉片变色以后 放入准备好的葱姜蒜 继继续把小料煸炒出香味 小料炒香放入焯水的木耳 简单翻炒巴拉两下 把提前堆好的无清料汁晃晕 倒入勺子当中 料汁静止放了一会儿 淀粉都下沉了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搅拌均匀 趁着锅热把料汁放入锅中 开大火快速翻炒 使料汁快速成熟 鸡蛋最后再放 因为鸡蛋很容易吸味 放早了就咸了 最后放少许蒜末 拎少许香油 翻炒均匀起锅装盘 一道非常下饭的醋流木须就做好了 这道菜做好装盘以后 盘底溅油不溅汁 料汁充分地挂在了食材上面 吃起来非常入味 肉片鲜鲜滑嫩 酸鲜适中非常开胃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试着做一下 不好吃您提了米饭来找我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点赞 赞忙在内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